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超盘一哥 我是汪海华 今天因为昨天美股上涨 它的指数都上涨 差不多0.3% 所以我们今天台指期开高 现在目前是涨9点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上涨的幅度不会很大 上涨现在是小涨了10点左右 那今天要怎么操作 今天是长假前的最后一天 昨天是摩台指结算 昨天我就讲了摩台指 它不会有拉高或者是压低的动作 然后呢昨天是尾盘是稍微往下 跟我们的预料是一样 那今天呢 我跟你讲 现在我认为啦 现在已经连续七八天 通通通都在9850 然后呢到9950之间 中间震荡 可是每天都收一个黑K棒 我觉得今天也不会大跌 也不会大涨 所以你得到这个结论 我们得到这个结论就可以开始去思考该怎么操作 当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 那它就是盘整盘 盘整盘你上面找一个高点去空 下面找一个低点去做多 基本上 它如果收盘收在这个区间之内 你都会赚钱 其实有点像是选择权 你可以做一个跨市 对不对 这个区间嘛 如果你预期它在这个区间 瑕福盘整 那你在这个区间的高跟低 你去做单 那是不是 如果是收在这个区间之内 你就会赚钱了 基本上很多东西选择权的概念 跟期货的概念是可以一起并用的 现在是涨了15点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指标好了 我们从昨天看起 昨天我的指标 昨天早上 这边是昨天的早上 昨天早上我说 拉高你应该是要去早点来放空的 因为我认为台币 现在在趋扁 台币在趋扁的情况下 外资的买盘就会缩手 好我认为涨上来 应该是要去放空 加上我的指标 这个叫做上轨道 轨道就是 我刚刚讲的 支撑跟压力的概念 你如果认为 它在这个轨道之间盘整 那就是这里去空 这里去多 所以涨到这边 9885 我昨天就讲 9885到9890之间 是一个很好的空点 好这边节目中就已经 碰触到了9888 我说你可以再观察两三根 如果当它的高点 不过高的时候 这边就是一个 你可以进场去放空的点位 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空在9875 空在9875以后 是不是立刻跌下来了 好这根差不多跌了30点 因为昨天的区间也不大 9889到9840左右 好区间只有40点 跌下来这里 要不要去追空单呢 好答案当然是不要 因为底下这边下轨道区 虽然指标转空了 可是转空在下轨道区 因为它已经跌了40点以后 转空 如果你要做当冲的话 怎么可能在跌了40点的时候 去追空单呢 好一定是不可以追空单的 加上昨天没有一个重大的 利空或者是利多的事件 所以说不容易形成一个趋势盘 所以说跌下来 你应该是在这里回补你的空单 好可是你可以选择啦 这边可以做多也可以不做多 这边做多的话 涨上来这里 你就要卖掉了 好因为指标转空 然后呢 昨天的成交量缩小 台币又趋扁 好所以说昨天的 外资的买盘就会不计 所以说涨上来 因为这边是偏空了 这个箭头叫代表偏空 偏空以后涨上来 当然就是要积极的早点去放空 昨天收盘跌下来 跌下来又跌到了下轨道区 它没有正式的转空 正式转空我们的轨道会消失 它没有消失之前 它都还是在中间盘整 所以说昨天你应该也是不要留仓 好所以说基本上 应该就是这里的空单小转 或是这里去空尾盘小转 好昨天的正常的操作策略是这样子 那今天呢我们来讲解一下 今天的一个 我先去把国际股市 以及今天可能的状况 去做一个分析 我觉得做其后你要去研究筹码面 然后你要研究国际的一个情势 然后呢再来配合技术面来看 好这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东西了 因为其后很多人你用猜的 或是你认为会涨到一万点 所以说每天在那边做多 或是你认为会跌到九千点 每天做空 这都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的胜率 就会变成比较偏小 因为我们单一啊 一个人都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嘛 你单一的个体 你研究的东西 你研究的范围一定有限 那期货市场是所有 全世界的资讯 所有的投资的交易者 他的一个想法 跟他研究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再进到这个市场 好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 就是一个结论啊 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所有人结论 或是一个 研究的一个 跟一个操作结合 造成他的一个走势 所以如果你用基本面分析 你会有一些地方 你没有办法去研究的很透彻 好就像是假设你研究出来 结果是要涨 可是另一个利空事件 会影响这一个盘式的 影响层面比较大 就会造成这个盘式变成是碟 就你研究的那一块 变成是一个非常渺小的 好所以我觉得 正确的做结合的观念是 你要研究筹码 好筹码就是大多数的人 他现在到底是做多或做空 已经是下了单了 再加上国际的一个情势 国际股市 国际股市一定是跟台股走势是最相关的 好我们现在直播 因为常讲话会有一点咳嗽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在意 国际股市 也是直接影响台湾的最主要的因素 再加上指标 就是比较完整 所以我先来讲一下国际昨天的一个状况 昨天的情况很简单 就是美股上涨 美股上涨就会造成我们的台股期开高 对不对 一个直接的激励作用 开高 可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美股昨天的平均涨幅差不多是0.3% 各个指数平均差不多0.3% 可是昨天有一个比较大的事件 好叫做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昨天涨到100.5 是上涨了0.6% 所以说指数 美股的指数涨0.3% 可是美元涨了0.6% 今天就会造成怎么样 台币有可能就会驱扁 台币驱扁 盘中外资如果不买 它就有可能会往下 最近都是这样子 只要是外资不买它就会往下 台积电有一天跌了1.5% 台积电跌1.5%那一天 外资是有买 它只小买了4000张台积电 就造成台积电跌了1.5% 所以我觉得现在上涨有一点卖压 上涨是有卖压的 加上如果台币扁 很多的除了外资以外的人 它也会卖 所以我觉得最近你要注意 台币的升值与扁值 所以你现在可以看一下 台币现在升还是扁 如果台币现在是扁的话 我觉得今天要上涨的几率都不大 然后呢 现在指数在这里 我们把它拉过来一点看 基本上如我预料的啦 目前来讲还可以 目前现在是开盘了10分钟左右 还在中间盘整 然后这边底下叫做大户指标 今天大户还是稍微偏空 蓝色就是偏空 昨天一路上都是偏空 现在还是偏空 所以这边会有一些 找盘会有一些买盘介入啊 如果啦 涨到这边 9880左右 9880左右 我觉得会是一个压力 因为我们的上轨道在这里 上轨道区就是一个压力 如果来到压力区 我觉得这边偏空 机率比较大 赢面比较大啦 可是会不会上来 我觉得这边 现在是多少 65 它再涨20点 可能20点 我觉得对于 今天的盘市来讲 可能都有点吃力 今天可能啦 我的预估啦 可能是 9875 9875到 9845之间盘整 区间可能很小 因为今天又放一个长价 昨天美股 美股的涨0.3% 基本上 投资朋友 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 当美股涨0.3% 或是跌0.3%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0.3% 基本上我觉得跟台湾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它只是一个波动 一个 一个没有 没有 没有一个行情的波动 因为它今天涨0.3% 明天又可能跌0.3% 它只是在这个区间 因为资金的流动 造成它上涨 除非它大涨100点 或是大点100点 然后呢 连续两天 这个才是有一个趋势出来 所以我觉得 昨天的美股上涨0.3% 我觉得 对于台湾来讲 应该不会是一个 什么大的利多 所以说它开高 我觉得在上面 找一个空点 我认为会是 比较适合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持续注意 不过目前是 瑕福盘整 今天的盘应该很黏 这边上面找一个点空 下面找一个点做多 然后呢 如果台币贬值 我觉得空 会比较安全一点 台币是贬值的话 空比较安全一点 好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这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 是群一半的 人机对战 它的冠军 我跟大家一起合作的 所以我们的软体 你也可以拥有 你如果想要知道 怎么样拥有软体的 都可以跟我联络 软体 它有一个趋势指标 然后呢 也有摆档指标 有上面的上轨道 跟下轨道 然后呢 也有乖离指标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用 还可以选股 对下阶段 我可以跟你讲 选股怎么选 股票也非常准 然后呢 抠讯的部分 有操盘一哥 汪海华 我会去研究 研究国际的情势 研究筹码面 然后呢 配合这个冠军的软体 我会发抠讯 所以你要拥有软体 所以你要拥有软体 或是拥有抠讯 通通都可以 强强联手 然后现在 注意了 现在还是有一个 三加一的活动 三加一的活动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活动 因为它的会期 不会很长 会期不会很长 然后又有优惠 你真的 我觉得这边是一个 这个专案 我觉得会非常好 因为三加一 三 会期不会很长 会费就不会很高 会费不会很高 又有优惠 这个时候最适合 我觉得现在的景气面 以一个台湾 大家可能 变得薪水越来越少 可是你要去做投资 所以你要去 少量的尝试 对不对 你先赚到钱 然后呢 继续再来赚 我觉得一个 适中的一个会期 会是最适合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家庭主妇 你是退休主 或是你是下午 才要上班的 你早上可以操盘的 我觉得都可以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索取这些资料 不管你是软体 或者是抠讯 都可以跟我们联络 下阶段我们来 谈一下股票 我们先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野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更大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桂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和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耳排气密窗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旅评险加买附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效期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代电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 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患哦 刚刚我看了一下 台积电平盘 联发科小跌 然后台币贬值 所以跟我想的一样 因为今天台币贬值 我觉得台币在贬的时候 电子骨它其实会跌得比较深 所以我觉得指数也是会往下 然后台币升的时候 电子骨又会涨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电子骨 它的波动度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 如果要去偏空 台子期啦 还是台子期 因为电子期的一个 成交的量也比较少 流动性风险 我觉得你要去做单的话 还是以台子期为主 跟我想的一样 现在是收在9860 开始有点偏空 我们来看股票好了 好 这档叫做新巨科 新巨科我们有去放空它 这里 指标这个叫做多单减码 多单减码你可以 去做减码的动作 你也可以去做放空的动作 股票你技术分析好 一定你还要配合技术 基本面 新巨科我跟你讲一下 为什么要去空它 秋泰科技 大陆的秋泰科技 买了它36%的股份 持股的成本22块左右 它因为这一个利多上涨到了50块 现在是43.8 基本上它从50几块跌到43.8 也可能跌了快两成了 然后呢 为什么要空它 你这时候你就要去研究一下秋泰科技 或是你要研究一下新巨科 新巨科以前有大赚过 为什么大赚 它是Xbox 360的Connect 它的一个感测器的 镜头的独家供应商 它在2010年的时候 有EPS有5块钱 到了2013年的时候 它EPS当年还有1.8块钱 然后呢 2014年以后开始 Connect没有绑在那个 Xbox 360里面一起卖 所以大家都不买那一个Connect 所以怎么样 造成它股价重挫 当时的环境 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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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180跌到剩下40几 这边120后来跌到剩下20 现在是这样 那为什么要空它呢 秋泰科技是大陆的一家厂商 也是做摄像头的 去年的整年度 秋泰科技的整年度的营收 是94亿台币左右 然后 新巨科 新巨科的每个月 它的营收可能是1亿多 好 1亿多 可是1亿多的话 它是亏损 它去年亏了5.5亿 所以你要去回推嘛 去看以前 新巨科以前 它在损益2平 你就要去看到2013年 2014年 2013年的 2014年的第一季 那时候就差不多损益2平 当它损益2平的时候 它的每个月 平均的月营收要3亿 它的营收要有3亿 它才有可能打平 因为它的股本也不小 它的股本有10亿 所以它每个月营收3亿 才打平 3亿乘以12个月 你每个 你一年要赚36亿 新巨科去年 可能只赚了十几亿 好 所以它大亏 所以你要赚到 三十几亿的话 你可以打平 然后大家会 然后它现在的利多是什么 就是秋泰科技要 入股它嘛 入股了36% 然后大家的一个想象是 因为大陆的秋泰科技 入股它 所以说以后 会有单子 下到新巨科这里 对不对 想象的题材是这样 造成它连续涨停 问题它师母的价格也是20块 然后一直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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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50块 我觉得最近的一个光学镜头族群 真的是很强 可是它现在已经比 郁金光还要弱了 好 为什么 秋泰科技总共它的去年的营收 也是94亿而已啊 它入股了 它36% 然后呢 如果秋泰科技给它 要给它给新巨科多少业绩 至少还要给到30亿嘛 对不对 是要你要再给新巨科30亿 新巨科才能变成不亏损 你如果要把你秋泰科技的所有的营收 都给新巨科 新巨科才有可能赚钱 才有可能大赚 所以你就应该知道了嘛 秋泰科技它本身也有在做镜头 它只是入股它 新巨科 就算它给它了20亿好了 就算秋泰科技把它的营收 分了两成 两成多 给新巨科 新巨科也是损益两平而已 所以怎么样 我觉得新巨科它要真的 你要能够赚到钱 基本上很难啊 基本上要赚到钱很难 这个市场已经 大家都已经定了 这个市场都已经定了 谁跟谁合作的关系都已经定好了 你要再因为这样子 而拿到20亿的订单 我觉得是几率很小啦 所以我觉得这边是偏空的 所以你要技术面 技术面配合基本面 我觉得就会获利 好我们现在空单也获利了 再讲一档卢宏 昨天的卢宏的主要供应商 主要的厂商 Lululemon 加拿大的一个瑜伽服饰品牌 昨天大跌了两成啊 23% 昨天大跌23% 之前Nike也大跌 好 Nike公布营收以后 Nike当天大跌了7%吧 就是对未来展望不佳嘛 然后Lululemon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不佳 昨天大跌了23% 之前的Under Amour UA 也是大跌了20几% 全部都是对未来的后世展望不佳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运动服或是一些这些机能服 我觉得已经有点白乐化 因为大家竞争都非常激烈 然后呢 消价竞争 因为大家都在打行销战 所以说整个毛利会降低 加上已经在市场上这么多年了 很多的厂商 他慢慢的也能够跨入到 机能服的一个产业 我觉得市场的一个毛利率 整体毛利率会下降 整体的需求也会下降 因为厂商多了 整个营收都会下降 所以说卢宏 他明明已经一二月 他营收都比去年还要低 然后呢 现在跌破季线 我觉得未来往下的几率都很大 往下的几率很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季线的状况 基本上从这里是不是跌破季线 好 跌破季线以后就跌升 跌升后反弹 因为他的 他还是 EPS还是有 所以他是跌下来会反弹 反弹以后再跌 这边季线 季线 跌下来 都反弹 反弹到季线都在跌 这边是一次跌升的反弹 好 今天又跌破季线 我觉得还是偏空来看待 还有一档红达电 红达电也是一直沿着季线再往下走 好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有红达电 因为融资项有四万多张 大家可能在寄望红达电要 今年会不会跟去年一样 去年是所谓的VR元年 好 因为他推了一个VIVE VR 所以去年直接三月 那时候又有一个轄空提产 因为股东会前两个月的回补 直接飙 从80飙到130 可是又很快的回来 今年 是不是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一路 加权指数是一个大多头 红达电完全没有任何的轄空题材 好 所以我觉得红达电 现在沿着季线再往下走 你真的要注意 好 红达电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如果想要知道 或是你有手中有红达电的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问我 然后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 现在都有一个三加一的专案 好 广告期间或是假日期间 想要加入我们的 都欢迎来电 最后祝各位 嘉姐愉快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证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02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电达投资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常会喝酒不落人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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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会喝酒不落人厚